主料,隔夜米饭3小碗,虾10个,虾菇6朵,火腿100克,金豆100克,辅料,香葱2根,腌虾调料,盐2克,云粉2克,料酒1小勺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香菇提前泡巴切丁,金豆泡透,被水焯熟控干,火腿切丁,香葱切末备用,虾泡皮,去虾剂用腌虾调料,腌制10分钟后滑油, 隔夜米饭锅油炒三成米粒,鸡蛋加鸡丁,盐打散备用,锅入少许油烧至三成热,持下葱木爆香,依次放入火腿丁,香葱丁,金豆泡云加少许盐盛出,锅上热后,入适量油,烧至三成热,持下入打散的鸡蛋,带鸡蛋刚要形成蛋片时迅速倒入火烤油的米饭,快速翻炒至米粒全部加满蛋液,炒至金黄色时, 加入少许生抽提侧,未拌云,最后放入三丁及虾轮拌云即可出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